哈囉大家好 好我這一系列的影片 我應該會發五天 因為我打算斷時斷五天 我原本就要斷時72小時 但是我發現因為 我要把我所有對斷時有研究的知識都要講完的話 大概會分五個主題 所以我就決定想說好那就斷五天 然後每天講不同的主題 這樣你們比較不會無聊 而且就可以學到所有我對斷時有研究的知識 那雖然我會分五天講不同的主題 但是我還是有可能會漏掉 所以斷時結束後第六天 我會開一個問答 然後就會去回答我沒有講到的 知識 然後我就會回答你們 好那跟之前一樣我會先把所有主題的 的時間列放在資訊欄 你們就可以直接挑你們想要看的主題 去看就不用看完整部影片 好那今天的主題就是斷時的好處 第一 你會更快進入生酮狀態 因為你在斷時的時候你就已經沒有 食物進來了 所以一旦你消耗完你身體 剛吃的食物跟所有食物之後 你就會開始消耗你 所儲存的甘糖 那甘糖消耗完之後你就會 開始消耗你身體的 體脂肪了 那生酮狀態就是你身體從消耗 葡萄糖 也就是 從碳水化合物來 轉換成 消耗酮體 也就是從脂肪分解而來 好那這邊就可以銜接到第二點 也就是 斷食會降體脂 那當你進入生酮狀態之後 你就已經是以 酮體也就是脂肪轉換來的 酮體當作能量來消耗 那就等於你這在消耗脂肪 好但是他最先會消耗你 吃進去的 食物的脂肪 像是你可能吃牛肉 雞腿 或是你吃菜有用 用油下去料理 那你會先消耗完那些油 然後你才會開始 消耗你的 體脂肪 好那這邊值得注意的是 你身體平常就會 消耗同體 消耗脂肪當作能量了 但是也會消耗 葡萄糖當作能量 只是他們的比例的問題 那一旦你進入生酮狀態之後 你消耗同體的 比例會大幅提升 因為你沒有在進食了 你身體就沒有 葡萄糖的來源了 就只好瘋狂將你的 體脂肪 轉換成同體 然後去消耗掉 也就是俗稱的燃燒體脂肪 好那聽到這裡你們可能就已經快高潮就想要直接 直接開始斷食了 好但是先不要 你們先等我講完剩下的好處跟壞處 再決定 好那第三點也是好處 就是他會提高你的 Autophagy 就是自視效應 就是吃自己 身體會吃自己 那不是叫你回家吃自己的那種 是你的身體會 開始 好你的身體原本本身就有一些 不要的老舊細胞 像是你的一些死皮 或是一些用不到 比較老舊的細胞在你體內 你的身體會先 分解它們 然後就去 把它們當作能量 那為什麼會去分解它們呢 因為你的身體除了 脂肪來的同體當作能量之外 還需要蛋白質 那你沒有在進食了 那蛋白質的來源是哪呢 沒錯就是那些老舊細胞 那些就是你的蛋白質的來源 那你把那些老舊細胞燒掉 像是什麼皮燒掉之後 你就會看起來比較年輕 然後對你身體也比較好 就是整個身體的運作都會在活起來 好 那你平常就身體就已經會有這個 致死效應的反應了 只是 在你斷食的時候 你這個反應的速率會大幅的提升 好再來第四個好處 提高生長激素的分泌 好那我先講一下生長激素是幹嘛的 生長激素基本上就是 它就是一個幫你增肌減脂的賀爾蒙 你可能小時候還小還會長高的時候 生長激素也 也會幫助你長高 但是我先假設 看我影片的人應該是不會有 那種還會長高的人 對 所以就是 增肌減脂用 然後也會幫你 抗老化 抗氧化 讓你看起來比較年輕 那生長激素平常也是會分泌 像在睡覺的時候也會提高它的分泌量 那斷食的時候就是大幅提升生長激素的分泌量 跟 跟我之前講的 致死效應 還有 對童體的 運用也是 就是在斷食的時候都是 一律大幅提升的 好第五個好處就是你的代謝提升 你會消耗更多能量 也就是熱量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當你在斷食的時候 你的腎上激素分泌會上升 還有剛剛我前面提到的那些 反應跟 激素 你的大腦會傳送給你身體一個訊號 講說 好 那我們現在沒有食物了 然後我們又把那些 剛 吃掉 體內還在的食物 都消耗完了 那怎麼辦呢 我們現在還可以消耗體脂肪 但是 可能會 之後體脂肪消耗完就會餓死了 這樣好危險 就是 最理想的狀態是你身體有儲存 足夠的體脂肪 以免哪一天沒有食物的時候 就會突然餓死 就像現在沒有食物 你現在在飢餓狀態 所以他會給你 更多的能量 讓你去外面打獵 也就是 找食物吃 只是現在人比較方便 找食物就是去買個食物就可以吃 但是以前人是 大腦會給身體 更多能量去打獵 所以 這就是為什麼你的代謝會提升 一天會消耗比較多的卡路里 好那第六點就是綜合好處 我就懶得解釋 這些綜合好處 所以我才把它放在綜合好處裡面 那綜合好處就是 它會降低你的胰島素 然後提高胰島素敏感度 然後也會降低身體的發炎反應 讓身體更能修復 好那這些我就都懶得解釋了 反正就是好處就對了 你會比較想知道 就是我前面提到那五大點 好 那好處講完了 現在來講壞處 壞處就是你會超級餓 你會受不了 除非是你 平常有在間歇性斷食的人 你可能會覺得 第一天還好 不然通常你沒有在斷食的人 一去斷你會受不了 再來就是 你不吃斷食的時候 你的壓力荷爾蒙會提高 那壓力荷爾蒙提高 你就會焦慮 不安 易怒 甚至是失眠等等 你也會對身邊的人 就是 脾氣比較差 而且 一旦有人找你去吃飯 你就會憋不住 你基本上就會去了 除非你意志力很強 好我再來講斷食最大最大的壞處就是 你不會長肌肉 對 你基本上你沒有吃東西 你就是不會有能量長肌肉 好那你可能會問我說 欸我剛剛不是講了一堆說什麼 有姿勢效應 然後又有同體 就是可以把體脂肪跟那個老舊細胞 轉換成能量給身體用 好那些能量是不會給你提供去長肌肉 即使你有重訓 理想狀態是 照理來說應該是 會有一點點 給你拿去長肌肉用 但是實際上就是 就是不會 即使你有生長金素更多的分泌 即使你有 那些 能量來源了 你還是不會長肌肉 那我真的不是 就是 光說說而已 我真的是 有看過很多人的研究 然後也有去 看很多人 斷食的分享 再加上我自己本身的實驗 我大概斷食過4到5次的 48小時斷食 都是沒有長肌肉的 我都有重訓 就是一切都做到最好 但是就是沒有長肌肉 那斷食其實你 浮掉肌肉就已經 就已經很好了 就已經在偷笑 真的相信我 不要不要想要會長肌肉 是要想維持住肌肉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了 那我不會附上我看 看過的論文 因為還有研究 因為 其實我還要去找 因為那個是我大概 總共00種種花了一兩年時間 看完的 我不可能說現在還跑去找 然後再特別把網址貼上 而且有些是你要有權限 才能看的 那我比較幸運 我們大學剛好是 我剛好是化學系 所以剛好有權限可以看 因為我們 學校有買 那個 美國化學協會的 就是 我也不知道 那叫什麼 版權嗎 還是就是可以看的權利 而且 其實我真的放了 大概也沒有多少人會點去看 因為我都已經把 重點整理出來給你們看 就是跟你們講 你們就不再需要 浪費時間 去看 除非你們是想看數據 那你們就 大概google一下 應該是查得到了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了 如果你覺得 看完有學到什麼東西 你就按個喜歡 然後留言 讓我知道你有看完 然後你喜歡 然後我之後的四天也會每天分享不同的主題 就有關斷食的 像是能吃什麼 然後就很多 反正就是還有四天 我會 慢慢分享完 你們就先不要問我太多的問題 因為我看到問題我就想去回答 所以 你們先不要問我 反正我之後四天的影片應該會解釋完所有有關斷食的東西 然後我也會分享我的成果 所以你們可以訂閱 這樣你們五天後就可以看到我 斷食五天身體的成果 好今天就先這樣 掰掰